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个老旧小区 周围好几个小区陆陆续续都拆了 就剩这么几个 孤零零地矗立在一处废墟之中 显得好荒凉 但好在房租便宜 交通也方便 走路到地铁三号线也就十分钟 房子是一个大两居 主卧次卧都有人住 客厅做成了两个隔断 其中一个也早就租出去了 只剩下一间小一些的 虽然有窗户 但窗外是一条窄窄的过道 甚至一伸手就能摸到对面的砖墙 环境可想而知 虽然有点瑕疵 但总体来讲还是不错的 就是有一点 看房的时候 他觉得心里有点不舒服 也说不上来哪里的问题 就是觉得凶闷 当然 也可能是那屋子光线问题 大白天的太阳照不进来 显得有的压抑 但一个来讲 这个价钱便宜 另外一个来讲 房间虽然是隔断 但面积挺大 家具也齐全 还在一楼 关于不舒服的问题 他想着可能刚下过雨 太闷 所以他也没多想太多 交了钱定了下来 一开始的一个多月 什么事情都没有 和合租的室友也没什么交流 大家相互之间也不打扰 相处得很安静 新工作也很耐私 除了忙一点 同事也都很好相处 开始不对劲 是在九月份出的某一天 那时候工作已经渐渐步入正轨 加班也多了起来 就算是不太忙 下班时间也都在八点左右 出社的那天晚上更晚 从公司出来的时候已经十点半多了 虽然加班 但公司还挺人性化 只要加班到九点以后 打车可以平票报销 这还算不错的福利 所以只要九点之后下班 就算距离不远 他也会打车回家 不过公司所在的地方是CBD 大家都比较忙 打车的人也多 司机也矫情 短途都不远拉 一般会拼几个人一起走 那天下雨 车更不好打 他打着伞在路边等了好久 都没有一辆 他这个人打车有个习惯 不喜欢坐副驾 觉得副驾又是要挤安全带 还要应付司机的聊天 麻烦得很 好不容易来了一辆车 他拉开后门 却发现后面坐了两个人 一个是穿衬衫的中年男人 短发 戴着眼镜 脸颊上有颗质 在靠里面的车窗位置坐着 另外一个是个扎马尾的年轻女人 穿着眉红色的衬衫 脖子上带个吊坠 手边放着一个小包 坐在靠外面的位置 我表妹拉开车门的时候 这俩人一点反应都没有 看都不看他一眼 冷漠得很 大城市人情淡泊 表妹还是了解的 他也没作声 关上车门坐上了副驾 上了副驾 系好安全带 跟司机说了一句话后 他下意识看了后视镜一眼 不看不要紧 一眼看完 发现后座上空空如也 哪有什么人 他还有点不相信 回头看了一眼 后座上确实没人 那个戴眼镜的男的和戴项链的女人根本就不存在 就这一下 他冷汗都下来了 看到后座没人 他故作轻松地随口问了一句 今天没人拼车吗 司机是个二十多岁的黑脸小伙子 听到他问话 回答道 有啊 现在就去接 他听司机这么一说 愣了一下 迟疑地说道 刚才上车的时候 我怎么看到后座有两个人 司机一愣 看了表妹一眼 又看了看后视镜 你别吓我啊 大姐 不过这句话说完 司机一脚踩在刹车上 看了表妹一眼 问道 你说的不会是真的吧 司机之所以这么问 是相信了她的话 毕竟一开始 我表妹开的就是后门 可开门后并没有坐进去 而是关上车门 重新坐到副驾这里来了 看到司机的表现 他知道 司机信了她的话 不过他担心司机开始走神 就安慰了他两句 说可能是自己看花眼了什么的 不过这两句话似乎没什么用 司机依旧胆战心惊 开车的速度都慢了几分 虽然他安慰司机说自己看错了 但只有他自己知道 刚才绝对没有看错 毕竟两个人长相衣服 都看得一清二楚 还有那个女孩子脖子上的吊坠 连材质都看清楚了 是一小颗红宝石 司机还是去接了拼车的人 只是接到人的时候 人家根本不上车 而且非常生气 说车上明明有人 还接什么单 气哼哼地关了车门 转身走了 那人这一走 别说我表妹了 司机当时就软了 踩油门都没什么力气 表妹哪里敢继续坐她的车 直接下去 换了一辆车回去 好在打第二辆车的时候 后座没人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那天晚上回到家 她觉得无比疲惫 都没洗漱 直接躺在床上睡了 刚睡着没会儿 噩梦就来了 在梦中 她看到房间的窗户忽然慢慢被打开 那个身穿眉红衬衫 扎着马尾的女人 慢慢地爬了进来 进来之后 行事站在床头看着她 目光非常的恶毒 过了一会儿 开始对着表妹大骂出口 非常的难听 女人骂了一会儿 那个戴眼镜男的也来了 男的到了之后并没有骂人 而是直接爬上了表妹的床 上床后 从后面死死地贴着她的背 以双手从后面伸到前面 伸进那衣里去猥亵她 表妹被那个女人骂的时候 就已经非常愤怒了 现在又被男人猥亵 大吼一声 从床上坐了起来 这一坐 表妹一下清醒过来 发现原来是个梦 只是不清醒还好 清醒后才发现身体动不了了 全身冷冰冰的 从头一直冰到脚 大家都知道上海九月份天气是什么鬼样子 不开空调 基本没法活下去 当时的房间特别冷 她肚子上还搭了一条小太空背 都被冻得浑身发抖 就跟站在冰箱里一样 身体被冻得不由自主地发抖 表妹想起来时有 就想着求救 可嗓子眼似乎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一个字都喊不出来 这时候屋子里一个人都没有 可在电风扇呜呜的风声之中 她隐隐约约听到有人 在她背后不停地喘气 呼 呼 呼 一声又一声 清晰无比 听到这个声音 她浑身的毛都炸了起来 肌皮疙瘩起了一层又一层 黑暗之中 她大大的瞪着眼睛 脑子里一片空白 好像是僵住了 就这么过了好一会儿 忽然才反应过来 脑子一瞬间苏醒过来 知道自己鬼压床了 可是鬼压床的话 身后喘气的那个是什么 越是这么想 越是能清醒地感受到身后那个东西整个贴在自己的背上 当时她还以为这是梦呢 就在这时候 忽然看到一双男人的大手从后面伸了出来 手里拿着一支电视剧中供奉的那种花灯 顺着她的腰往下摸到大腿 那种被触摸的感觉特别真实 硬硬的 冰冰的 那个花灯触摸到哪里 它哪里就是一串鸡皮疙瘩 到最后 那个男的把花灯放在她膝盖上 呼得一下点着了 她也不知道怎么点着的 根本都没有看到动作什么的 随着那花灯烧着 她觉得膝盖那里越来越冷 就像有个冰针深深地扎进去一样 这时候 她开始害怕起来 想着怎么才能从这种情况中挣脱出来 她也知道现在谁都救不了自己 只能自己想办法 这么一想 她忽然想起来看的那些小说 里面那些道士不是都咬舌尖血来破除邪魅吗 想到这里 她用力地咬了一口舌头 这么一咬 马上感觉到了疼痛 明显是出血了 但不是那种剧痛 就这一下 她觉得身上能动了 身体内似乎冻住的血液开始慢慢流动起来 咕噜噜咕噜噜噜的 身上也开始一点一点暖和起来 这时候 她忽然想起来一个词 还阳 这就是还阳的感觉 随着血液的流动 她动了一下手指头 然后拿过来 手机一看时间 凌晨三点十五 看了看时间 她动了动早已麻木不堪的脚趾头 又动了动腿 慢慢地爬了起来 不过爬起来这个动作用了她很大的力气 仿佛身后有个什么东西拉着 不让她起来一样 当时她就急了 正脱开的一瞬间 明显感觉有一双冰冷的手从她胸口那里抽回去 就这一下 她吓得直接从床上掉了下去 掉下床的那一刻 她正好抬头 看到天花板上黑漆漆的一个人影 斜着趴在那里 长长的头发低垂着 虽然看不清什么模样 但她明显知道 那个就是穿眉红衬衫的女的 当时那感觉再一次浑身冰冷 灯就在门口 她都不敢去开 浑身抖个不停 其实那种情况之下 她就算敢去开 都不一定能站得起来 在地上坐了好一会儿 好不容易缓过来一点劲 忽然发现 床上被子里裹着一个人 一拱一拱的 正缓缓地向她爬过来 这种时候 她再也忍不住了 一声尖叫 这被子能想起来的脏话 不要前一样骂了出去 滔滔不绝 一直骂了十几分钟 骂的嗓子都哑了 在她骂的这个过程当中 床上被子里的那个人似乎慢了下来 那个墙上的女人也是一动不动 骂完后 她身上出了一层汗 才觉得身上再次有了一点力气 拿起手机一看 时间还是三点十五 看到时间的那一瞬间 她差点没风了 整个人都凝固了 大脑一瞬间又停止了转动 身体的关节也都跟着缓慢僵硬起来 嘴巴虽然张着 但和刚才在床上一样 依旧是什么声音都发不出来 此时 被子裹着的那个人 已经扭到了床边 眼看着就要从床上下来 而天花板上的那个黑影 也爬到了床头的墙壁上 斜斜地爬着 阴森森地看着她 这时候已经能看清女人的样子了 披头散发的 脖子上的吊坠 轻轻地晃来晃去 在这一瞬间 她心脏几乎都停止了跳动 手脚冷得不像自己似的 想从床边挪开 可真的就是一点力气都没有 但巧就巧在那天是周五 给领导的文件出了错 领导打了几个电话 表妹刚才在睡觉没接到 但这个领导是个工作狂 虽然夜里三点多了 还是再次打了一个电话 就是这个电话救了她 接起来电话的一瞬间 表妹身上就像通了电一样 忽然能动了 能动的一瞬间 她迅速爬了起来 不过开门的时候所卡住了 能转动 但怎么都推不开 眼看后面被子里的那个男的从床上拱了下来 就在他绝望的时候 忽然想起来这门是往里拉的 拉开门 本能地去找邻居帮忙 可敲了两个门 里面都没人回应 没有办法 她只能拿着手机跑了出去 出门后 一路小跑穿过废墟 到路边拦了一个车 一路杀到公司 见到领导的一瞬间 她是嚎啕大哭 哭的那叫一个伤心 领导看她这反应 以为说话说中了 还挺不好意思 后来知道表妹家里闹鬼 领导也跟着害怕 两个人都不敢回家 在公司战战兢兢待了一夜 到了天亮 领导才告诉她 昨天是七月半 七月半 表妹这才醒悟过来 怪不得昨天遇到怪事 当时她只是把事情忘鬼结上扣 并没有想别的 领导走后 她一夜没睡 自然是困得不行 在公司的桌子上趴着睡了过去 谁知道睡了一会儿 又做了一个梦 在梦里 她发现自己来到了一条特别宽阔的马路上 看那个路的样子 似乎就在公司附近 不过那路特别的荒凉 周围一个人都没有 而且书也是光秃秃的 似乎到了冬天 但一点都不冷 就在她奇怪的时候 忽然发现前面走过来一个女人 女人头上扎着马尾 身上穿着霉红色的衬衫 看到女人 她吓坏了 知道是夜里遇到的那个 但现在的感觉又有些不一样 觉得女人似乎并没有看到她 而且女人走得飞快 似乎想去什么地方 她远远地看着 觉得女人有心事 她忽然好奇兴起 想脸上去看看怎么回事 就跟在了女人身后 两个人差了几米 就这么一前一后地走着 女人走着走着 上了一栋楼 脚步轻飘飘的 好像一点都不着力 她跟在女人身后 也跟着上了楼 上楼的时候 那感觉很神奇 脚下一点都没用力 好像也是飘上去的 那楼很高 抬头都看不到楼顶 但两个人从一楼到楼顶的 似乎只用了一瞬间眨眼间的事 到了楼顶 女人依旧在她前面几米远的地方 脚步不停 慢慢地开始飞奔 直直地跑到大楼边缘 身子一跃 直接跳了下去 她没想到 女人竟然会跳楼 心里顿时着急万分 想伸手去救她 连忙跑到了大楼边缘 却发现下面根本没有什么女人 就在她奇怪的时候 突然觉得身后有人重重地推了她一把 她站里不稳 一下从楼上栽了下去 就这一下 咕咚一声 她一下从桌子上摔到地上 醒了过来 一看时间 已经到了大中午 醒来之后 她回忆起刚才做的那个梦 觉得无比的真实 而且那个场景也是无比的真实 似乎在哪里见过似的 最主要的 身后推她的一双手 特别的真切 现在都觉得背后那双手的触觉都在 不过现在外面阳光明媚 街上人来人往 昨天夜里那种恐惧的感觉不复存在 折腾了一夜 现在睡醒了 还有点饿 点了个外卖吃掉后 下午又加了一个班 把领导交代的工作做完 做完工作 发现时间已经到了五点多 有了昨天夜里的经历 再加上早上的梦 她说什么都不敢再回去 想着等回吃个东西 然后找个宾馆住一夜 第二天天亮找人帮忙 回到房子把东西拿出来 直接搬家算了 做了这个打算 她点了个螺蛳粉 想着吃完后 在公司刷会视频再去开房 可万万没想到 这螺蛳粉刚吃完 一集电视剧还没看一会儿 肚子开始疼了起来 表妹是湖南妹子 喜欢吃辣 螺蛳粉也是经常吃 从来没出过问题 但就是那天 肚子突然疼得直抽抽 就像有个爪子不停地在肠道里抓闹一样 她一开始以为是吃得太辣 狂喝了两杯水 谁知道不喝水还好 越喝越痛 到后来 痛得她腰都直不起来 整个人一个劲地冒虚寒 她还想是不是食物不干净 别等会儿窜息 赶紧跑到了厕所 可到了厕所 坐在马桶上好一会 一本小说都快看完了 一点便意没有不说 那种痛还是没消停 而且有越来越痛的趋势 到最后 直痛到她在马桶上拳缩成一团 恨不得用脑袋撞墙 就在她真想撞墙的一瞬间 突然一脑袋栽在地上 没了意识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醒过来的时候 脑袋嗡嗡直响 一瞬间她都没想起来自己在哪儿 缓了好一会儿 才想起来在公司厕所 想着就想爬起来提裤子离开 可是一抬头 发现这根本就不是公司的厕所 不知道怎么回事 又回到了自己新租的房子里 看到这个场景 她魂差点飞了 这么一惊之下 发现房间里的灯大亮 她整个人以一种奇怪的姿势四肢贵附在地上 整个身子全坐在床边 脑袋斜斜地歪着 直直地对着床底的位置 正好能看清楚床下的大致情形 这么一来 她还真看到了床下有个东西 就床下靠近墙角的位置 放着一个黑漆漆的 方方正正的一个东西 她一时间还没从惊恐中反应过来 现在又看到床底有个奇怪的东西 她手也欠 都这种时候了 她竟然掀起床单 拿着手机往床下一照 那竟然是一块黑漆漆的墓碑 上面还有字 不过太远 看不清楚写的什么 看到是墓碑 她一愣 尖叫着爬了起来 一翻身 就想着往门外跑去 可是爬起来的一瞬间 脑子又是一阵暄晕 太阳穴的地方秃秃的痛 肚子也开始疼 一抽一抽的 直疼得她腿一软 直接跪在了地板上 那感觉真的是生不如死 她疼在地上直打滚 却一点办法都没有 与此同时 她感觉到床下墓碑那里 忽然多了一双恶寒的眼睛 在暗处静静地盯着她 看到那双眼睛 她直接绝望了 当时想着你来点直接的 过来掐死我吧 不因为别的 就是因为实在是太疼了 也是想什么来什么 这么一想 她觉得背后被一个人的身体轻轻地贴了过来 一条冰冷僵硬的胳膊直接勒住了她的脖子 她当时的第一感觉 没跑了 这次绝对挂指示 她从来没想过自己竟然会这种方法死去 而且想到自己这么年轻 还没好好地谈过一次恋爱呢 这么一想 她开始失声痛哭 那感觉是越哭越伤心 直哭得停不下来 哭了一会儿 外面忽然传来一个女人的喊声 妹妹 妹妹 出什么事了 妹妹 随着这个声音 门被拍得啪啪响 她知道这是邻居大姐 两口子在旁边刺握住着 好像是做小生意的 门一想 她忽然觉得勒着她脖子的胳膊松了一些 身上也轻松了不少 肚子也没那么痛了 她知道这是唯一的机会 强忍着腹痛 支撑着床坐了起来 当时浑身都在颤抖 感觉控制这个身体的绝对不是自己 她在床边坐了一阵 又哭了一阵 心想你们到底是谁 为什么跟我过不去 因为身上没有力气 只能哭 发不出声音 她这么一哭 外面大姐又喊了几声 问她干啥呢 不过拍了一会儿门 我表妹也没回应她 只能哭 听到没有回应 一个男人忽然说话了 你干啥呢 别瞎管闲事 那个大姐说道 人家在屋里哭呢 肯定有什么事 男人说道 哭也不一定就是有事 你别管了 男人这么一说 女人也不喊了 就听两个人一前一后离开的脚步声 渐渐远去了 听到大姐离开 她有点害怕 还有点不甘 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经历过 就这么死了 太可惜了 想到这里 用仅有的一点意志力 强迫自己站起来 好不容易开了门 又啪的一下摔在地上 摔倒之前 她都听到脑袋磕到地板的回响 而且也感觉到身后的那个身体 又慢慢的贴了过来 可现在她头昏脑胀 身体也没有力气 脑袋也疼 肚子也疼 一点反抗的力气都没有 感觉到身后贴过来的身体 她彻底放弃了自己 然而 就在她觉得自己这次必死的时候 却在医院里醒了过来 看着洁白的墙壁 胳膊上打着的点滴 身上盖着的被子 旁边坐着的大姐 她还觉得这是错觉 大姐看到她醒过来 哎呀一声 拉着她的手 哎呀 你醒了 可吓死我了 大姐这么一说话 表妹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房子里 她脸色苍白地打开门后 咕咚摔倒在了地上 然后就是人事不行 自然不必说 是大姐两口子把她送到医院的 前前后后又是检查 又是办手续 最后说是食物中毒 要是再晚一会 麻烦就大了 医生还说 之前就有个食物中毒的 送过来晚了 人直接就没了 大姐说这些事情的时候 一直拍胸口 我表妹谢了大姐 大姐又说了好多话 叙叙叨叨的 待了一会儿后 看到时间不早了 大姐让表妹好好休息 她起身走了 大姐走了后 她一个人躺了一会儿 慢慢地开始觉得浑身酸痛 前后检查了一下 真觉得自己狼狈到了极点 眼睛也碎了 眉骨也肿了 因为在地上打滚 身上都是伤 头发也乱糟糟的 跟个疯子一样 照这个情况 明天肯定不能上班了 她还想请假呢 可一看时间 现在还是周六 明天周日 真是上班上傻了 她看了看时间 马上十二点 想着是不是把事情跟领导说一下 如果再有点什么事 周一不能上班 到时候不算矿工 毕竟才来一个多月 懂点诗还是有必要的 想到这 她狠狠地骂了自己一句 都已经到医院了 还能出什么事 她连连呸了好几声 拍完之后 想起这两天发生的事情 一点睡意都没有 就拿起手机看小说 因为时间的关系 现在医院里很安静 除了病房外 偶尔轻轻地走过的脚步声 和临床轻轻地呼吸 再没有其他的声音 可能是安静的环境影响了她 也可能这两天遇到的事情过于惊骇 确实也累 小说没看多少 困意渐渐袭来 她索性放下手机 翻了个身 准备睡觉 可是刚闭上眼睛 发现身体又动不了了 而且她还发现自己能看到病房里的全部情景 甚至自己翻身 隔壁挠扬都看得一清二楚 这么一瞬间 她以为自己醒了过来 想翻个身接着睡 可是身体一动 发现坏了 和前两次一样 再次一动都不能动 而且就在这一瞬间 她发现周围变得死一般的寂静 什么声音都没有 呼吸声 风声 头顶风扇转动的声音 统统消失了 这时候 病房里一阵风吹过 窗户悄无声息地划开 一个女人慢慢地出现在了窗户外面 这女人身上穿着眉红色的衬衫 脑后扎着马尾 脸色苍白地像纸一样 在窗户外面出现之后 一直对着我表妹笑 不是病床上的那个 而是看着这个场景的那个 我表妹被女人看得浑身发冷 却无可奈何 想要逃跑 手脚动弹不了不说 想和上次一样咬舌头 却惊恐地发现 根本感觉不到舌头的位置 别说舌头的位置感觉不到 就连牙齿 手指 脚趾只要是她身体的任意一处 全都感觉不到 这种感觉就像灵魂被禁锢住了 那种恐惧实在无法描述 就在她无比恐惧的同时 眼睁睁地看着病床上的自己慢慢坐了起来 然后回头对她笑了一下 笑完之后 也不理会她 自顾自地站起来 打开房门 走了出去 看着自己往病房外走 她一瞬间着急起来 起身去追赶 却发现自己根本无法迈步子 却能按照自己的意志飘了出去 虽然能飘 但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 只能跟在自己的身体后面 顺着天花板向前飘动 虽然害怕 但她更想回到自己的身体之内 可她费尽全身力气去追赶自己的身体 却总是差着八九米的距离 她想伸手 也伸不出去 想喊 也喊不出来 唯一能做的就是跟着身体从病房的楼层一步一步地往上走 这种感觉就像早上做的那个梦 唯一的区别就是 在梦里她觉得自己特别地轻盈 上某也是一瞬间的事 可是在这里 她仿佛失去了一切的能力 现在的自己就像是疯着 被人一步一步地牵着 去往不知道的地方 说是不知道 其实已经猜出来了 目的地就是楼顶 前面的那个自己一边顺着楼梯往上走 一边还时不时地回头看看 看她一眼就无嘴笑一下 看那个样子开心极了 到楼顶的时候 门是被幽形锁锁着的 但前面那个自己手一扭 那幽形锁咔的一声掉到了地上 也不见自己用手推 门支嘎一声 自己开了 来到楼顶后 自己一点也没犹豫 直直走到天台边 回头对着我表妹笑了一下后 直接爬到了天台边的台子上 晚上的风非常大 吹着站在楼边的自己头发肆意飞舞 美丽非常 她就站在自己身后五六米远的地方 她也知道自己接下来要干什么 虽然心里着急 但一点点办法都没有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她着急地只想哭 可在那种情况下 声音都发不出来 哭更加做不到 就在这时候 那个女人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走了出来 头上扎着的马尾一晃一晃地 转头看了她一眼 那一眼非常的冷漠 就像两个人有极大的仇恨一样 女人看完她 来到另外那个她跟前 慢慢地站上了楼边的高台 然后缓缓地转了个身 和高台上的她对失笑了一笑 然后身子一跃 跳了下去 女人和高台上的自己跳楼的一瞬间 我表妹觉得身子一轻 跟着自己的身体也向楼下跳去 就在从楼上到楼下的短短几秒之间 她快速地飞略 一瞬之间竟然追上了自己 紧接着搜地下竟然进到了身体里面 此时 我表妹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就要落到地上 心中已然绝望到了极点 脑中只闪过一个念头 我要死了 就在这念头闪过的一瞬间 也不知道从哪里吹了一阵风 风中带着一个白床单 嗚的一声 把它裹在里面 在空中翻了两下 落到了一处灌木丛中 虽然下面有灌木丛接着 但从高空中落下的滋味也不好受 她耳中就听咚的一声 然后全身刺痛 紧接着眼前一黑 晕了过去 当时的情景就像是做了一个悠长的梦 这个梦和之前的那两个梦都不一样 如果说之前的梦比较阴冷 画面全都是灰色的话 那这次这个梦就温暖了许多 画面也变成了淡淡的黄色 怎么形容呢 就像接近了黄昏 但空中有一层雾气 这挡住了照下来的夕阳 在这个梦里 她只有自己 周围一个人都没有 也没有任何的景色 她一个人在雾气中慢慢地走 觉得脚步虚虚的 有一种怎么都踩不结实的错觉 就像脚下是厚厚的一层棉花 她也不觉得害怕 也不觉得累 就这么一直走 走了好久好久 反正也不知道路在哪里 就是一直走 按照当时她的感觉 似乎走了一整天 走到最后都不想走了 就在这时候 她看到前面忽然出现了一个房子 房子中央似乎有一群人 坐在那里 不知道干什么 她一开始想的是去问问路 或者问问这是什么地方 可是到了跟前一看 这哪里是什么人 有的长了牛脑袋 有的长了马脑袋 还有狗脑袋 鸡脑袋的 全是怪物 这群怪物差不多有七八个 坐在那里喝酒呢 桌上摆了好多菜 有馒头 有米饭 还有烧鸡腊肉什么的 看起来冷冷的 怎么看都像是坟前的那种贡品 看到这群怪物 她吓坏了 正想跑呢 被一个马脑袋的一把抓住 疑惑地看着她 你是怎么到这里来的 我表妹什么时候见过这种架势 虽然知道是在梦里 但吓得两条腿都软了 话更是说不成穿 她不说话 另外一个牛脑袋的怪物也凑了过来 身体特别的壮 两个胸肌鼓鼓的 那个胳膊跟树那么粗 牛脑袋鼻子里喷着粗气 特别横 问她 你到底是怎么来的 牛脑袋这么一问 她绷不住了 吓得嚎啕大哭 哭得那叫一个惨 一想到这几天的遭遇 心里又是难过 又是委屈 工作做不完 还得加班 加班还这么晚 那两个鬼还一点道理都不讲 说弄死就弄死 她这一哭 把那两个哥们弄了一个措手不及 大牛脑袋晃了晃脑袋 本来想安慰安慰她 可她一哭起来就停不下来 眼泪鼻涕一大把 哗啦哗啦的 她这么一哭 可不得了了 几个喝酒的家伙全围过来了 气嘴巴舌的一问 她一开始还害怕 可是到后来越来越委屈 把从小在家不幸福 妈妈打爸爸骂 姥姥有好吃的不给 上班后被老板苛扣 还没日没夜加班 最后说到租个房子床下还有墓碑 被两个鬼欺负 说什么都得给弄死的事情 从头到尾说了一遍 说到后来 简直是气不成声 把牛脑袋听的 直掉眼泪 妈脑袋气得直躲脚 狗脑袋拿了一把刀 说什么都要带着她去找回厂子 甚至要帮她打老板 其他的几个脑袋也不得了 说什么都不喝酒了 带带她去报仇 说了就干 几个人把酒杯一摔 把她一架 转身就往外走 进了黄雾 也就是几个呼吸的时间 场景刷的一下 由黄雾变成了大马路 她一开始还没认出来 看了一会儿 才发现是公司附近的那条 几个人要五喝六地带着她转了一圈 直直地飘到了医院 也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找到的 到了医院 根本没进门 她在空中就看到一层一层很多人躺着 各种各样的都有 而且这些人颜色各异 有白的有黄的 还有红的和灰色的 白的是健康的 黄色的是小毛病 橘红色和红色的都是大毛病 灰色的一般都是老人 或者接近死亡的 也不知道这些知识 她是怎么知道的 到了医院 几个大哥带着她在上面转了一圈 找准一个点 直直地冲下来 然后在一个房子的天花板那里稳稳停住 从上面冲下来的时候 速度有点快 她差点就吐了 缓了一会儿 才忍住眉吐 当她缓过来 低头一看 并床上的自己身上缠着绷带 一圈又一圈 跟木乃伊似的 就露出来鼻子和眼 看那样凄惨极了 也不知道怎么伤成这样 而且鼻腔里还插着管子 旁边还梳着血 新电图机器上那个小亮点 好久滴的一声 看得揪心得很 感觉一不小心就停了 看到不省人事的自己 我表妹在天花板上 差点又哭出来 架着她的两个大哥大惊失色 连忙安慰她 让她稳住 还说马上就把她送回去 他这么一听 才停止哭泣的冲动 擦了擦掉出来眼泪 可是事实上什么都没有擦着 擦了个寂寞 眼泪擦完 她还有点委屈 问旁边马脑袋什么时候把她送回去 马脑袋看着一会儿说道 马上就好 我的两位兄弟去查看你的房子去了 到时候抓到人就把你送回去 抓人的过程中 我表妹就在天花板上 眼睁睁地看着下面的自己飘着等 等厉惠 她有点无聊 想去撸个串 雅大哥一听撸串 眼睛就直了 嘴里口水有点止不住 不过幸好机脑袋来得及时 说人已经抓住了 在后面呢 牛脑袋没有办法 只好收回哗啦啦的口水 带着我表妹去确认 那俩人就在医院楼顶 被狗脑袋和一个羊脑袋压着 吹头丧气的 牛脑袋让我表妹确认 她一看 男的戴个眼镜 穿着白衬衫 右边脸颊上有刻制 女的扎个马尾 穿着眉红色的衬衫 脖子上戴个吊坠 没错 就是这俩 经过她的确实 牛脑袋再次确定之后 让狗脑袋和羊脑袋带着俩人离开了 俩人走了之后 牛脑袋和马脑袋带着她回到了病房 仨人飘在天花板上 牛脑袋交代了一些细节 譬如全身要放松啊 不要有什么情绪波动啊 交代完 牛脑袋说 我喊一二三 就把你往下推 你放松啊 一句话说完 一也没喊 我表妹就觉得身上一清 一阵凉风吹过 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像躺在床上 另外那个自己冲了过去 不过眨眼的功夫 她就觉得眼前一黑 浑身上下一阵酸痛袭来 她知道自己活过来了 虽然活过来了 但因为伤势过重 全身有多处骨折 且肺部受到贯穿伤 所以她在医院又养了一个多月 这才出院 当然 前前后后也花了不少钱 她们家里人都去了 轮流照顾 跟伺候小祖宗一样 出院的时候 整个胖了二十多斤 成了一个小胖墩 这个事情跟家里人前前后后说了 都是将信将疑 都觉得真是原因是 工作压力太大 得了抑郁症 最后也不让在上海待了 跟着回了老家 考了个公务员 每天乐呵呵的 半年下来又胖了十多斤 这把他妈着急的 说这么下去 别想嫁人了 这么一说 又开始减肥 不过最后也没减下来几斤 事情到这里 差不多就结束了 不过回家一年多之后的一天夜里 她做了一个梦 在梦里 牛脑袋大哥一脑门大汗地找到她 让她抓紧跟她走 牛脑袋找过来的时候 她正做梦撸穿 怎么都不舍得 牛脑袋大哥一巴掌给拍下去 说道 你这是做梦吃肉 没滋没味 别骗自己了 快走 就差你这个证人了 这把她气得 最后也没办法 穿只能扔了 被牛脑袋拉着 在空中嗖嗖地飞 冻了个半死 又回到了上海 虽然她知道回到的是上海 但下面的景色一点都不像 不说城市布局 就说建筑 看着就像是古代的建筑一样 到处都是城门篓子 还有一条一条的古代步行街 不过步行街上确实没多少人 而且也没有红灯笼 除此之外 这城市的景象一片萧索 到处灰蒙蒙的 就连走在街上的人都是灰色的 让人觉得整片城市非常的单薄 牛脑袋大哥拉着她在城市上空飞了一会儿 一直飞到城市正中央的一个庙宇一样的地方 只见上面写了三个大字 城隍庙 上海的城隍庙我表妹知道 但从来没去过 现在牛脑袋拽着她从空中看下去 觉得这庙还真挺气派的 到了庙顶 牛脑袋拉着她降了下去 直接落在了城隍庙的院子里 狗脑袋大哥早就等在那里了 看到他俩进来连忙招呼 快点快点 城隍大人着急了 要不是马命大哥说好话都要择日再审了 说着话 三个人一路小跑进了庙里 进庙之后 才发现那庙空间极大 两边站了好些身材高大之人 哪个都比姚明高 而且身体粗壮 面向凶恶 这些人就是静静地站着 一句话都不说 我表妹跑不去的时候 无意中看了其中一个一眼 顿时进入寒阵 要不是牛脑袋拉着 早就一屁股摔倒在地了 穿过这些相貌凶恶的壮汉 进了一个天井 天井中没有人 却种了一棵树 高高地结满了果子 风一吹 那果子哈哈直笑 他仔细一看 原来全是小婴儿的脑袋 苹果大小 脑袋正中间一个小小的旗带记着 看上去怪异得很 穿过天井 又是一个长长的走廊 走廊中既没有恶人 也没有树 却放了整整两排大蜡烛 那蜡烛不是白的 也不是红的 却是黄色的 每根蜡烛都有一人多高 上面一团火焰熊熊燃烧 看到这里 他想着终于有正产的了 可是仔细一看 只见这哪里是什么蜡烛 都是站着的一个一个的人体 只是这些人都没有穿衣裳 两只手臂被附在身后 两条腿也不知道被什么东西浇住 一动不能动 最可怖的是 那熊熊燃烧的火焰 就在那人张着的一张大嘴里 那灯火的碾子 也不知道什么做成 直直地插下去 随着火焰燃烧 肢体滋滋作响 那一动不动的人体 必定痛苦万分 不过怎么个痛苦法 他不敢再想下去 穿过长长的走廊 又是一座长桥 走过长桥的时候 只听桥下水流哗哗 为着肃穆的气氛 平添了几分宁静 本来他以为这个地方没有那么玄乎 可还没走两步 就听桥下传来几声惨叫 想伸透去看又不敢 最终也没看成 不过他知道着 桥下的东西比前面几个更加可怕 过了桥是个大殿 大殿里面正在用炸刀炸人呢 就跟片羊肉片一样 一点一点片下来 扔到地上 就有狗跑过来抢着吃去 他亲眼看见 一个人都被炸刀炸到胸口 依然不死 在那里痛苦地惨叫 他不敢再看 可是耳边传来的声音 又让他有点忍不住 可是一睁眼 就见一个人的脑袋被炸成了两半 可不的是 这两个半边脑袋都在哀号哭喊 吓得他心脏差点停止 穿过大殿 本来他以为还有什么等着他 谁知道穿过大殿 竟然是另一个更大的大殿 里面空间打得不像画 也没有灯 空空如也 什么都没有 就在他以为来错地方的时候 忽然发现 就在他前面不远处亮起了一盏灯 那盏灯通体青黄 上面还用毛笔写了一个法字 随着这盏灯的亮起 大殿的两边陆陆续续的有黄灯亮了起来 啪啦啪啦的 就像有人掌控着开关一样 非常有意思 这些灯一盏一盏的亮起来之后 大殿被照得灯火通明 就在我表妹想着人在哪里的时候 就见大殿最前方 慢慢浮现出来一个巨大的背影 椅子上铺着深红色的织紧 上面金丝纵懒 每轮每换极了 随着这片织紧的出现 一个长着獠牙的巨大脑袋在背影上方浮现 那脑袋光秃秃的 脸上挂了一个巨大的鼻子 鼻孔还特别大 里面鼻毛林立 就跟烂毛笔似的 两片破布一样的耳朵挂在脑袋两边 肉嘟嘟的丑陋至极 大脑袋在灯光下慢慢显现出来之后 下面穿着紫袍的身子才跟着显现出来 两只长满了长毛的大手 扶在膝盖上 指甲又黑又亮 还尖尖的 看到这人慢慢在大殿浮现 牛脑袋赶紧败倒 大喊 拜见城皇大人 他拜倒之后 发现我表妹还直居居地站着 随手拉了一把 把我表妹也拉着跪下了 这把他急得 我长这么大 什么时候给人跪下过 气坏了 不过他虽然胖了不少 力气还是不行 被牛脑袋摁着 根本无法反抗 牛脑袋拜了几拜之后 禀明了自己的身份 什么威武大将军 我表妹听了他的话 就跟拉风相似的 出完气 那人嗡了一声 低头看了看 问明了我表妹的身份 就让两个人站起来 两个人站起来后 牛脑袋拉着我表妹 走到大殿一侧的墙根 昂首挺胸地站着 一句话都不说 似乎在等着什么 我表妹可没有这个顾忌 抬着小脑袋四处乱看 其实大殿里除了两排亮着的白灯 其他的也没什么 不过在我表妹看去 这大殿着实宏伟 两排的柱子 每一根都有两人合抱那么粗细 而且看材质是木材 也不知道什么树能长这么粗 就在他还想四处溜达溜达的时候 周围响起了一阵喧嚣 随着一阵杂乱的脚步声 一群走着的人从黑暗中慢慢浮现出来 这群人有二三十个 披头三发的 瘦的都没人形了 看着就跟乞丐一样 他仔细看了看 发现那一对男女也在其中 和其他人一样 身上都没穿衣服 身上几乎没剩什么肉 肋骨一根一根的 能数得清清楚楚的 这群人出来后 就听大殿里一片喧嚣 听声音不知道有多少人 我表妹仔细一看 就见黑暗中忽然浮现出来许多人影 男女老少都有 看到那群人出来 有的木然 有的愤恨 有的惊恐 有的悲痛不已 不过到了最后 一个个的群情激愤起来 看那个样子 要不是有各种脑袋的 雄壮怪物拦着 简直就要冲过去 把那群人撕个稀巴烂 闹了一阵 上面的城隍咳嗽了一声 阵的整个大殿嗡嗡作响 所有人顿时安静了下来 这时候 一个脑袋上长脚的绿色妖怪 从城隍身边走了出来 手里拿着一本册子 对着被压解的人喊了几声什么 也是震得大殿嗡嗡作响 这个绿色妖怪喊完 那些人慢慢跪到地上 身上不住地发抖 这些人跪完 那绿色妖怪看了看册子 对着牛脑袋说了一句 时候不早了 圣人先开始吧 牛脑袋听了绿妖怪的话 点点头 把我表妹拉出来 带她到了那群跪着的人跟前 指着那对男女问道 这两个人你认不认识 我表妹仔细看了看 对牛脑袋点了点头 说道 我认识 牛脑袋说了一声好 然后从身上取出一个小册子 翻了几夜之后 念道 于某年某月某日 你被某某和某某 通过某种方式 带到位于深城 说到这里 牛脑袋咳嗽了一声 也就是现在的上海市 静安区的某处医院顶楼西北处 亲身跳楼 后沦落至黄泉镇 后被我等发现 可有此事 牛脑袋这些说的 半文言半信代 好在我表妹听了个差不多 听完后 她再次点点头 说道 确有此事 牛脑袋听完之后 长长地嗡了一声 对绿妖怪说道 监察室大人 小人汇报完毕 那个绿妖怪嗡了一声 行了 千字画鸭吧 赶紧回去 别误了时辰 牛脑袋听了 赶紧让表妹用手指头 在小册子上摁了一下 虽然没沾印尼 但小册子上出了一个小小的指纹 做完这一切 牛脑袋把小册子交给绿妖怪 又对着背椅上的城隍叩拜了一下 带着她原路离开了 当然之前见到的景象 她又见了一遍 小小的心灵再次受到了重击 出了城隍庙 牛脑袋拉着她 在半空中飞了好久 把她送回到了家里 不过走的时候 牛脑袋求我表妹帮忙 说能不能到了六月十五的时候 在某个地方摆个祭台 拜祭拜祭她 祭品妈 一顿烧烤就行 不要牛肉 其他肉都可以 羊肉最好 我表妹听了 觉得人家救了自己一命 一顿烧烤不是小事吗 想到这里 拍了拍牛脑袋的肩膀 说道 小事一桩 牛脑袋听了 千恩万谢地跑掉了 事情本来到这里就结束了 但没过多久 她又做了一个梦 在每个梦里 一群受过临寻的人 被从一座山崖上碾下去 掉入了一个大大的火坑中 这些人掉入火坑之后 被里面的火烧的 交互不说 鼻子眼睛里呼呼往外喷火 但就是不死 一边痛苦的哀嚎 一边在火坑中到处奔跑攀爬 可火坑边上是拿着叉子的小鬼 只要有跑到火坑旁边的 就会被小鬼一叉给叉回去 这个梦做的 把她吓得一身冷汗 过了两年 她去五台山游玩 在山脚下遇到一个算命的 说是算得很准 两百块钱一个人 不得不说 算的确是准 几个同事家里有什么情况 几口人发生过什么事情都算得明明白白 到她这里 那算命的一开始还说两句 说到后来 怎么都不敢说了 钱也不敢要 她一个劲儿问怎么回事 那算命的一只白手 就是不开口 到了后来 她一起来的都很奇怪 也跟着问起来 算命的被其他人问得不耐烦 才说了两句话 第一句是 我表妹是去过下面的人 她的命已经不是杨坚说了算的了 第二句 我表妹在底下有人 她一个算命的不能乱说 不然会非常麻烦 其他人听了这话 好奇新奇 都问我表妹怎么回事 我表妹没说话 她当然不敢说 每年六月十五 供奉烧烤的事 也不敢说 跟牛脑袋 马脑袋 等等一群怪物 拜把子的事 嗨 这也算因祸得福吧 优优独播